公元1690年 大清康熙29年7月29日 蒙古新生代霸主准嘎尔韩国大汗嘎尔丹 屯兵乌兰不通 距离紫禁城不到700里 康熙立刻调动重兵北上阻击 乌兰不通之战爆发 小时候看康熙王朝 觉得这场战争小场面没意思 从38级打到39级就结束了 虽然后面还拍了清准之间的第二场野战 但还没有康熙和宝日龙梅的野战精彩 然而在历史上乌兰不通之战 贪称大清帝国的生死存亡之秋 这是蒙古草原上最后一个游牧帝国 与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的决战 当然如果嘎尔丹赢了 那最后一个封建王朝要改名字 嘎尔丹瀕临乌兰不通的消息传出时 京师震动 商铺关门梁架飙升 城中百姓 但凡有点蒙古的 都在想方设法跑路 据非官方消息记录 因为跑路人太多 永定们都被挤烂了 康熙在乌兰不通的惨圣 挽救了大清政权 但清准战争持续到乾隆朝 才最终结束 作为胜利一方 大清大大加强了对蒙古 新疆与西藏的控制力 现代中国的版图由此奠基 大清入关前也是草原霸主 为何入关不到半个世纪 就差点被老邻居打到首都 鼎盛时期的准戈二韩国 到底有多么强盛 今天咱们就来聊聊 奠定中国版图的一战 公元1688年 康熙27年 准戈二韩国与卡尔卡蒙古之间的战争 陷入了白热化 卡尔卡是大清名义上的蜀国 虽然过去不太在乎大清这个宗主国 但好歹也朝供了多年 保护费交了大把 因此卡尔卡多次请求大清 派出天兵拯救他们 但康熙却始终表示 我将提供 除了实际支持以外的一切支持 在他看来 这就是草原部落互相抢地盘 你们打吧 随便怎么打 反正谁打赢了 我给谁封号 只要记得给我按时上攻就行 但是随着高尔丹带兵三万 正式进攻卡尔卡蒙古 兵风所指 无可敌倒 卡尔卡的吐蟹图寒 以及活佛 哲不尊丹巴 甚至向大清请求完全归降 眼看着 跑到大清边境难民 累计达到了十多万人 康熙终于闻到了一丝不祥的气息 这不是互相抢地盘 这是单方面碾压 陈吉思汗回来了 再不把高尔丹拦住 那么他该南下挑战自己了 1690年 已经打的卡尔卡 毫无还手之力的 高尔丹 持续逼近大清边境 康熙立刻调兵前将 然而还没等大清主力集结完毕 高尔丹就带来了见面礼 这一年六月 高尔丹带兵两万 抵达乌尔会合 清军前线统帅 康熙的心腹阿拉尼 也带兵两万 打算上前阻击 阿拉尼的上一份工作 是李帆院尚书 就是负责和准高尔韩国 这样的土贩打交道的 在他眼里 准高尔也就只能 欺负欺负草原蛮子 打听天兵一道 吐鸡娃狗 灰飞燕面 他自学三国演义成才 制定了一个 富可关度之战的美妙计划 两百主力精锐正面牵制 五百卡尔卡士兵绕后 袭击高尔丹的自动部队 但是理想很美好 现实很可怕 卡尔卡人绕后一看 替高尔丹看管粮草深处的 全市值钱 没来得及逃跑 被卡尔丹俘获得赴老乡前 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 瞬间无心念战 而且阿拉尼进军匆忙 清军是轻装行军 与装备的大量火炮火枪 有俄国军官做教练的 准卡尔军队相比 清军更像是蛮子 身经百战的卡尔丹 也给阿少淑上了一堂军事教学 他先派出部分军队 在高处列阵 假装我们人数不多 吸引清军前进 等到清军进入目标地点 隐藏人马迅速冲上两侧高地 组成了弓形阵 也就是俗称的口袋阵 然后居于高陵下 三面枪炮齐名 射击钻进了口袋的清军 清军阵营最前列的卡尔卡人 瞬间崩溃 还拖垮了整个大清阵列 游刃有余的高尔丹 甚至还有骑兵预备队 等到清军陷入混战 就绕后骚扰 我玩拿破仑全面战争的时候 最喜欢这个战术了 没别的就是好使 战斗持续了大半天 两万清军近乎全军覆没 乌尔会和惨败 让康熙陷入了背水一战的绝境 归煌大胜的高尔丹 南下抵达了乌兰不通 长城已经遥遥可及 如果这里不能击败高尔丹 那么大清就很难阻止他 濒临北京城 140年前 大明将近29年 高尔丹的先祖安达汗 就曾濒临北京 而现在实在已经变了 高尔丹拥有大量火炮 北京的城墙拦得住 140年前的安达 拦不住如今的高尔丹 更致命的是 此时大清入关还不到50年 清廷的威望 远远无法和当初的大明相比 长城外是刚刚归附 依然心怀不满的 漠南蒙古诸部 长城内今是基辅之地 更是经历过 八起圈地运动 北直立百姓横满人入骨 而在南方 江南地主士神们 有一个算一个 都是反清复明爱好者 带头造反他们没勇气 但是痛打落水狗的胆子不仅有 而且还很大 如果在乌兰不通 拦不住嘎尔丹 如果北京的城墙 抵挡不住准嘎尔的炮火 那么康熙想要跑到南边 建立南清都没有可能 召集上火的康熙 召集了他短时间内 能够召集起来的最豪华阵容 第一路大军 由古北口出发 主帅是他的哥哥 玉亲王福泉 副统帅是他的黄张子允提 第二路大军 由喜风口出发 主帅是他的弟弟 公亲王常宁 副统帅是剑亲王雅布 以及多罗姓君王厄里 隋京出战的 还有内大臣 他的亲舅舅 同国纲 同国维兄弟 外加索额图 明珠等亲信重臣 两路大军算上后勤部队 共计十万人 七月初六出发 八天后 康熙也启程北上 虽然不是御驾亲征 也算是在后方督战 这一战 康熙不但派出了 几乎全部驻京八旗精锐 而且亲自出马 戴上了他信任的亲戚们 过去从不上前线的内务府 包一也枕边进了军队 兄弟 父子 主子 仆人 齐上阵 态度很明显 要是输了 那也就不需要回北京了 一家人 整整齐齐的走吧 7月27日 亲军主力抵达乌兰布通 而戈尔丹早已在高点布阵 等待多时 决定了大清国运 与后来中国版图的 乌兰布通之战爆发 这场战役的结局 对亲准双方来说 都很尴尬 戈尔丹没能实现战略目标 大清也打得一塌糊涂 两边都觉得 这里是个伤心地 所以时隔330年 乌兰布通之战的具体地点 已经不知道了 为了弄清楚这个问题 我特意从上海 高铁到了北京 又从北京 引户区车几百公里 到达安内蒙 经过探访实地 以及对比文字资料 外加咨询本地人 后我终于找到了 当时的鲁战场 当时清军和准嘎尔 就是在这里 队止了整整三天之后 清军周冬发起了全面战争 战术大师嘎尔丹 也没有完全照搬上次的打法 他整了点新花样 他准备了上千匹骆驼 骆驼的身上有箱子 箱子上面还覆盖了毛毡 这种拿骆驼当引体的方法 虽然很低域 但是效果是真的好 山岗的两侧 现在已经很难看见了 但当时是浓稠的沼泽 而山岗的正面 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条河道 根据记录 当时河道的水量充沛程度 远远超过现在 应该能从这儿 一直蔓延到边上 大清从两侧 或者从正面进攻 都很不方便 清军虽然火要多 能够长时间从远程进行消耗 但是当时那座山岗的树林茂密城 不远至现在 大清的火炮最多击中骆驼 让他们从火炎铁变成死炎铁 很难对准高尔有声力量造成伤害 而高尔丹士兵以高打低 清军因为战场狭小 战队密集很难躲避 战斗持续了大半天 眼看再没有取得进展 大清的阵脚就要不稳 这个时候 康熙的清舅酒 大清最高等级的皇亲国旗 童国钢 做出了一个 让祖宗韩孝蒋拳 让后代感激涕铃的决定 他披挂上马 亲自带队冲锋 关于这次突击的细节 说法有很多 有的说 童国钢冲到了高尔丹军阵前面 也有的说 他身陷泥潭 然后在撤退的时候 被榴弹打死 战斗的细节如何 其实并不重要 因为他发起的是一场 自杀式的袭击 反正打不赢 很熟悉是个死 而如果能够发起突击 哪怕当场交代在了这儿 那对亲外甥康熙来说 也是最好的交代 童国钢阵争亡后 他的手下副将 一起前方 接连发起冲击 然后接连争亡 连川高级将领的阵亡 外加大清军纪的威压 终于激发了清军的斗志 在夜幕降临时分 清军终于冲到了 高尔丹的军阵前面 与高尔丹军队短兵相接 但这对大清来说 也已经是赌场过之磨 在一番厮杀之后 戈尔丹军队继续向后撤退 撤到了闪康的更高点 而清军也撤回了他们的大翼 第二天天亮 双方再次按照昨天的阵型 继续对峙 清军主帅扶权非常绝望 跪地请求上天批到雷下来 批死戈尔丹 当然这是不可能的 但孤军深入 弹药粮草补给都不足的戈尔丹 做出了一个 让扶权大喜过望的决定 他主动撤退了 而扶权也借此 粉饰了昨天的失败 对康熙谎称大劫 康熙不是道光这种 会被前线大员瞎忽悠的皇帝 他看穿了扶权捷报中的谎言 重罚了自己的哥哥 但他不能承认大清败了 只能按照扶权所报 宣布大清大获全胜 因此清朝的官方史书 以及塞北继承等 清帝者的回忆录 都记录大清完胜准戈尔 所以一直到几十年前 还有很多研究者 认为大清打了个胜仗 但这是谎言 从双方的战损来看 乌兰不通之战 大清赔上了一个顶级权贵 一批高级将领 军队伤亡无数 最大的战国 也不过是勉强冲锋到了 嘎尔丹振前 有没有冲进嘎尔丹军中 都是个谜团 而嘎尔丹安安稳稳地睡了一觉 睡醒后从容撤退 大清在战术上 输得一塌糊涂 就连嘎尔丹也认为自己没有输 撤退后的他 还派出使者到清军大营 要求大清承认错误 赔偿准高尔损师 交出高尔丹的仇人 卡尔卡吐谢吐寒 以及哲不尊丹巴活佛 但乌兰不通之战 还是在战略上 成功扭转了高尔丹的进攻势头 让准高尔韩国 从此再也没有对大清形成过威胁 让康熙取得这个胜利的 不是乌兰不通战场上的清军 而是战场之外的大清国力 而康熙为此 付出了巨大且惨痛的政治代价 康熙在战场外 究竟做出了什么努力 要回答这个问题 我得先介绍一下 这位曾经有机会消灭大清的猛人 1634年 最后一位蒙古大韩 与后京交战的林丹韩 得天花去世 他的儿子向黄太极投降 并且献出了元朝的传国遇袭 黄太极得以一统漠南蒙古 随后改国号为大清 并且登基成帝 同一年 蒙古西北方的准高尔部落 迎来了一位新的领袖 出罗斯何多何庆 他以伊犁为核心 对外扩张 扩大了自己的势力 1644年 大清入关 也正是这一年 何多何庆的第六个儿子 嘎尔丹出生了 蒙古史书上说 嘎尔丹的母亲夜里做梦 梦见了印度僧人 然后就怀孕了 嘎尔丹出生时 阿尔泰山漫天都是五彩祥云 帝王出生 天生异象 将来还要再追认一下 这是哪位神佛转世 这都是史书中常见的套路 没什么稀奇的 但嘎尔丹不一样 这是一位真活佛 据说嘎尔丹十岁时 他的父亲曾想测分他为皇太极 也就是继承者 但他表示 对不起我有哥哥 然后他替法出家 起码去西藏留学了 十岁的嘎尔丹 展露出了 普通孩子所不能有的政治眼光 准嘎尔含位 意味着不小的世俗权利 但是去西藏 他将收获世俗所不能有的伟丽 格鲁派是蒙古西藏地区 势力最大的佛教派别 俗称皇教 蒙古地区有传说 1643年 蒙古格鲁派高僧 温萨活佛去世前 向嘎尔丹的母亲许诺 他缘寄后 将会在嘎尔丹母亲的肚子里转世 不久后 温萨活佛去世 嘎尔丹母亲怀孕 所以嘎尔丹还没出生 就被认定是活佛转世 而根据藏文史料 《武士达赖喇喇嘛传》记录 1652年12月初五 武士达赖进军区间顺之地 路过张家口的时候 他接见了温萨活佛 以及巴图尔魂太极派遣来的使者 巴图尔魂太极 这是准嘎尔领袖 嘎尔丹父亲的称号 是达赖亲自册封的 而这里的温萨活佛 指的就是嘎尔丹 这个记录说明 最迟在嘎尔丹九岁时 他是温萨活佛这事 就已经获得了皇教领袖 武士达赖的认可 西藏 青海 与蒙古 在宗教上的联系非常紧密 达赖作为藏传佛教 格鲁派的领袖 认可蒙古活佛的地位 尤其是这个活佛 还是蒙古贵族子弟 这有利于格鲁派 在蒙古的传播 而作为活佛 只有十来岁的格尔丹 在西藏享有极崇高的宗教地位 他既是格鲁派 两位最高宗教领袖 四十班长厄尔德尼 与武士达赖喇嘛的清传弟子 也是拉萨温萨斯的主人 获得的布什金额 在拉萨众多寺庙中名列前茅 1666年 在拉萨修行十年的格尔丹 返回了准格尔 武士达赖为他举行了 盛大的送别仪式 亲自传授 长寿灌顶之法 赠送珍珠念珠等法器 愿他在蒙古传交顺利 此时他的哥哥森格 已经继承了大汗之位 统治准格尔 而魏拉特蒙古地区的 另一位活佛 咱雅班蒂达 已经于四年前去世 没有转世 所以23岁的格尔丹 是当时的魏拉特地区 也就是西蒙古地位最高的活佛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 哥哥统治世俗 弟弟掌握宗教权力 兄弟二人配合 准格尔必然会 安部就班的蒸蒸日上 但是即便是活佛 也无法预料到 意外和明天 哪一个会先来临 尽管这类意外 在草原上是一种必然 公元1670年 准格尔大汗 格尔丹的哥哥森格 被同父异母的两个兄弟 车臣台籍 与卓特巴巴图尔刺杀 这是一场仓促的政变 刺杀成功了 但刺杀者 没能控制住森格的手下 而慈悲为怀的 年轻高森格尔丹先生 在混乱的局面中 证明了在蒙古 活佛到底有多高的号召力 他正逼一呼 就有千余计 僧格不重 向他宣誓效忠 然后他挥师 向车城台籍 所在的阿尔泰地区进军 面对十倍余计的敌军 格尔丹亲自带累冲锋 史书记录 活佛先生 独当先 越马挺强最深入 斩杀数百计 溃其军 赵子龙直呼内行 西藏史料有写 格尔丹留学期间 有一个同学 叫桑杰加措 陆顶记 且他是和韦小宝 结拜了的西藏第一高手 现实中 他是达赖清传弟子 是西藏第八 也就是藏王 格尔丹平日对佛法 兴趣一般般 就喜欢和桑杰加措一起 五刀弄枪切磋武艺 看来是没白练 车城台籍 褪败到阿尔泰山口 而格尔丹昼夜威胁 带兵追杀 成功杀死了他 另一个兄弟 卓特巴巴托尔 逃到了青海 大战告捷 并且接收了哥哥 政治遗产的格尔丹 并没有停下脚步 格尔丹怀疑 唐兄弟巴嘎班帝 也参与了对森格的刺杀 于是接着开战 接着打 1671年 巴嘎班帝被齐败 第二年 格尔丹正式还俗 然后继位 担任准格尔部落领袖 称号是格根魂台籍 草原部落交战 没有山川城市 河流可守 向来就是互相说哈 大家把所有喊的 怒动队伍召集起来 然后就是决战 你赢了 我的人头拿走 我的军队 人口深处 外家老婆也全都给你 在这种滚雪球效应下 一个草原部落的领袖 如果能够接连 获得三四场大战的胜利 他的实力将会迅速倍增 1678年 扩张战争 连连胜利的格尔丹 成功统一了 威拉特蒙古各部 建立了准格尔韩国 他的老师 武士达赖喇嘛 高高兴兴的派遣使者 授予格尔丹 单惊不说客图汗的称号 松散的 威拉特蒙古部落联盟 被统一的准格尔韩国取代 以各部落贵族 组成的贵族议会消失 取而代之的是 至高无上的格尔丹大汉 尽管格尔丹留学的地方 不是西洋 甚至不是南洋 是政治体制 比较原始的西藏 但他建立的准格尔韩国 制度更加类似中原王朝 这是一个中央集权的封建帝国 他效仿大清的不愿体制 设立了债丧 这是蒙古语 意思是衙门 与只知道拿着刀骑着马 去打劫的前辈们相比 格尔丹还在蒙古草原上 第一次下令铸造货币 并且成功推广流通 与此同时 他积极发展先进的军械制造 完成了准格尔自研的 鸟枪与索自家等武器装备 1679年 他还派出使团 送了一些准格尔自产军火给康熙 格尔丹甚至尝试 在准格尔建立起一套 粗糙的全民动员体制 他下令免除了 1654年前 他父亲对外放出了所有借款 然后规定部落领袖 有阶级贫困者的义务 如果有人穷到饿死 那么主人要承担责任 以此极大强化了准格尔的 内部凝聚力 根据当时的记录 格尔丹招来归父 李谋氏 乡土仪 克根木 于是 富数甲鱼西域 一边是积极发展国内经济 一边是从未停歇的对外扩张 1679年 格尔丹占领了图鲁番与哈密 然后继续南下 彻底消灭了 已经建国160年的叶尔强韩国 控制了农业发达的天山南路 紧接着 他向西进军 多次进攻中亚国家 1684年 格尔丹战胜了吉尔吉斯 乌兹别克 哈萨克等部落 强迫他们定期缴纳赴税贡品 然后 他将目光移向了东方 与大清北方接壤的卡尔卡蒙古 格尔丹带领准格尔 高速对外扩张的同时 康熙正忙着巩固内部统治 1673年 三番起兵造反 沙俄趁机侵蚀黑龙江地区 漠南蒙古贵族查哈尔亲王 也趁乱举兵反亲 而格尔丹在上台执政的第二年 也就是1672年 就派出使节 与大清建立了联系 康熙认可了他魂台籍的地位 允许他贸易与进贡 此后 格尔丹每年都会给康熙写亲笔信 在大清内阁的蒙古档案中 保存下了一份 1673年 格尔丹给康熙的庆 他称康熙为 执掌利伦大可汗 称赞他的深谋奇功传遍八方 显示出了优秀的为人处事技巧 康熙尽管从未亲自回信 都让李帆院应付 但两国保持了基本友好关系 1674年 因为急需用马 大清与准盖尔开启了护士贸易 取消了蒙古陀马的进口课税 1678年 格尔丹建立准盖尔韩国 达赖喇嘛授予了他 丹金伯克硕图韩的称号 康熙对此非常不满 顺治时期 西藏就对大清表示了臣服 达赖私下册封蒙古大汗的行为 是僭越 但康熙忍了 此后 大清理发愿给格尔丹的书信中 称呼他为 格尔丹博硕克图韩 但这些书信 被青石路等清朝官方史书收录时 只保留格尔丹三个字 删掉了后面这些 但正是在这一年 康熙下令 让甘肃提督张勇 将驻地从兰州搬到了甘州 搜集格尔丹的情报 但对于准格尔扩张有多快 格尔丹野心有多大 对蒙古西藏青海地区 缺乏掌控力的康熙 始终不够了解 直到格尔丹亲自告诉了康熙 1684年 准格尔结束了中亚扩张 调转军队朝向卡尔卡蒙古 康熙曾寄希望于调停战争 为此 他多次联系达赖喇嘛 希望他能管管自己的弟子 而康熙完全不知道的是 武士达赖早在六年前就已经上天 他的弟子桑杰加措 据说是按照达赖的遗愿密布发丧 前面说过了 这位桑杰加措第八藏王先生 可是格尔丹的同窗老铁 他将全部赌注都压在了这位老同学身上 指望他一统蒙古 甚至是入住中原 因此 面对康熙的请求 他要么是敷衍 要么拒绝 以至于对西藏内情毫无了解的康熙 都猜到了 和自己同心的达赖是个假的 调停看不见希望 康熙只能放弃幻想准备斗争 格尔丹是达赖认证过的温萨活佛 而康熙则为西藏蒙古地区的人 称为无量寿佛 所以清准战争 这是活佛大战 但康熙必须要庆幸 他手中有一整个大清帝国 中原政权尽管自古以来 就经常面临北方游牧力量的威胁 哪怕是刘邦 都有白登之围这样的窘困局面 但比拼国力 比持久比消耗 大清的优势远大于准格尔韩国 清准战争爆发前 康熙经过两场亚克萨之战的胜利 正在与俄国进行尼泊楚谈判 戈尔丹与卡尔卡的战争 背后有俄国的直接支持 为了让俄国不再支持准格尔 康熙不惜在1689年的尼泊楚谈判中 对俄国做出了巨大让步 接着康熙成功派人 策反了戈尔丹的侄子 策网阿拉布坦 康熙为准格尔建立的情报系统 尽管不太好使 收集到的大多都是几年前的过时消息 但却在清准战争前夕 得到了戈尔丹输职失和的重要情报 策网阿拉布坦 是戈尔丹哥哥孙格的长子 帮戈尔丹南征北战 立下过巨大战功 但在1688年 他的弟弟被戈尔丹杀死 策网阿拉布坦 害怕戈尔丹再接再厉 把自己也送走 于是带着五千步众出逃 戈尔丹亲自带兵两千追杀 却打了败仗 1690年 在康熙使者的策动下 策网阿拉布坦 趁着戈尔丹与卡尔卡交战时 派兵袭击了戈尔丹大饼鹅不多 断了戈尔丹的后路 让戈尔丹不得不孤军一路 渗入到了乌兰布通 以战养战 乌兰布通之战 戈尔丹并未伤筋动骨 他依然拥有一支强悍 且难以消灭的军队 并且沿途抢劫 获得了羊匹两万多 牛马一千余 物资补给充足 而康熙不得不在1696年 于1697年三次御驾清真 才彻底击垮了戈尔丹军队 1697年4月4日 第三次御驾清真的康熙还在路上 而内外交困的戈尔丹 就为生而活佛 一统威拉特蒙古 建立了准戈尔韩国 试图再现成吉斯汗伟业的草原霸主 病死在了科不多 也有说他是被毒死的 戈尔丹去世后 他的侄子侧王阿拉布坦 以及侧王阿拉布坦之子戈尔丹侧林 先后走到了大前的对立面 于是清准战争一直持续到了1759年 乾隆24年才宣告结束 这场漫长的战争 经历了康熙雍正与乾隆三代皇帝 但大清也借此 为实际控制西藏新疆 以及蒙古地区扫出了障碍 我热衷讲大清笑话 过去老有人问 难道大清真的一无是处 没有值得称赞的地方吗 就对今日中国的版图而言 大清还是为历史做出了一些贡献 于此前 只重视汉帝十八省 不在乎边疆地区 轻而易举的 就舍弃了新疆哈密威的大名相比 大清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 始终在努力巩固对边疆的控制 并且形成了八旗清贵 必须要去边疆任职的重要制度 晚清 尽管在列强的威胁下 大清也爆发过 诸如李鸿庄与左宗棠海防赛防之争的矛盾 但大清最终还是选择了支持左宗棠 让他在英国与沙俄的威胁下 成功收复新疆 当然 这也是大清在军事上的最后高光 1900年 根子国变爆发 大清彻底沦为了半殖民半封建社会 列强加速了瓜分中国的步伐 而大清在临死前 为今日的中国版图 做出了另一个巨大贡献 那就是迅速崩溃 让列强没能在晚清获得更多利益 让清帝逊位后 新生的民国 也能拿着大清的疆域图 宣称是自己的版图 最后还是感谢各位观众老爷 可以看到这里 希望大家多多三连多多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